飛河大遊行今天在全台各地舉行 超過萬人走上了街頭 爭取飛河家園 而參加遊行的民眾也精心打扮 有人扮成了助身娘娘 還有觀世音菩薩 並且強調 台灣擁有各種再生能源 還有父母呢 是推著坐在嬰兒車裡的小baby 共同參與遊行活動 今天是來反河的 萬人上街頭頂著大太陽高溫 就是要反河店 遊行任務中也有不少的教育團體 他們身上帶著反河的標語 也有不少爸媽 直接帶著小朋友來參加反河大遊行 全家出動 小孩身上披上了反河布條 還有坐在嬰兒車上 壓壓血雨的小baby 也被爸媽推出來參加遊行 對他們以後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不要再有河店 那就為了下一代 沒有要再無河家園就長大 對小朋友的未來是不好的 終結而至 而見不明 為了反河站出來 不少公民團體智智道聚 打扮成各種神明 非常吸睛 希望能夠讓我們的下一代 能夠有個更好的地方 那助生娘娘它原來也是保育下一代的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扮成助生娘娘 就連觀世音菩薩和電影人物雷神索爾都出場 還有民眾自知核電廠墳墓 以伴商禮的形式 象徵核電廠應該要走入歷史 三次反河活動不分團體年紀性別 全都走上街頭 希望政府可以看見他們反河的決心 玉滴TV前紙明李宗憲台北報導